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的就是叛逆期 常常孩子在叛逆期的时候 真的让我们父母烦恼不已 那如何被孩子 安然地度过他的叛逆期 然后有一个很快乐 身心灵成长的青春期 这真的是我们每个 为人父母的一生 重要的功课 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要好好谈谈如何协助孩子 辅导孩子走过叛逆的青春期 为您邀请到的是心理治疗所所长 王毅中 王老师 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王老师 很难 真的 就是孩子当一旦 进入了青春期之后 然后接踵而来的叛逆期 真的常常会让我们 做父母的有一点措手不及 因为我们常会觉得 孩子才这么大 怎么突然这么大了 那孩子以前你说什么 他都会说是的 妈咪 OK 妈咪的 现在突然会顶嘴了 会强烈的表达自己的个性 甚至有的时候 会有比较激烈的情绪 老师 在这个阶段 我们父母先讲父母好了 我们的心情该做 什么样一个调整 来应付孩子 所以父母有时候 也会觉得蛮矛盾 照理说我的孩子 慢慢跟着他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 十五年 照理说应该 随着时间越久 应该是会越熟悉 可是往往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真的叫我去讲 我的孩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怕我自己也讲不出来 讲不上来 在这里的话 就会回到一件事情 我们暂时先把叛逆 先摆在旁边 暂时先不看的话 这时候第一个问题来了 我眼前的孩子 如果真的让我自己来说 我可以讲多久 这个讲多久指的是 不是那一句说 我在学校 我在国中高中 我的考试成绩 国语 数学 英文 各个 对对对 也不是补习班一个月多少钱 打折之后脚多少钱 不是这些 而是说 一个孩子在我眼前 我的孩子的想法 他对生活事物的一些解释 那他常常的一个 情绪的一个表达 那他对事情的一些喜好 厌恶 或者是他的一些经验等等 我能不能很清楚的去 说我自己的孩子 不然常常不熟悉的情况下 我们开始来要求他 其实是会非常非常困难 而且也会挫折感很重 那再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叛逆 其实会回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叛逆 对 什么是叛逆 所以很多父母会觉得 就不乖嘛 对 然后就是说东 就作息嘛 对 唱反调嘛 对 意见太多了 对 所以其实常常 就会问题就在这里了 我们又希望他表达他的意见 对 哥哥 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他还是跟你讲 妈妈我想吃牛排 但是我们可能就告诉他 中午就不要吃那么多牛排 太油了 那你还想吃什么 不然我们就 不然去吃面好了 不要啦 那个面我们已经吃过了 就在 你看还没有再吃别的 不然妈妈我们去 不然去吃西餐好了 哪有中午在吃西餐 弄到最后变成中午吃什么 不然妈妈觉得 我们去吃 所以其实常常有一个问题来 就是孩子表达出他的想法 可是似乎我们也都没有买单 对 所以久了之后 孩子干脆就不跟我们讲话 对 而且你常常会觉得好像 有的时候我们说孩子 我们说一套 然后他做一套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冷静想一想 好像是我们说一套 孩子说一套 我们也做一套 真的老师刚刚举的那例子 太棒了 就有的时候 你问孩子要吃什么 孩子提出来麦当劳 或者他提出了一个什么样 你一定会觉得 我觉得这不太好吧 什么样会比较好 OK 老师如果说我们真的碰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父母也觉得说 像老师刚刚讲了 你跟我提出 这个时候我们去吃西餐 去吃什么 在中午这个时间不太恰当 那如何我们当父母的委婉 去跟孩子说 那什么样会比较好 所以有一种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 妈妈或爸爸干脆把今天中午可以去的 你的考虑的那几个 比如说一二三先列出来 了解 也就是我让孩子有一个范围 那哥哥你是考虑想要去吃西餐 还是我们今天就吃面 还是我们今天是去吃乳肉饭 我就让你这三个 让你在这个范围里面选 所以在这里的好处是 至少我在一个安全范围内 接下来的话就孩子来做决定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部分 你也尊重到我 但是我也发现 其实你也考虑到我的一个要求跟范围 对这真的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干脆给一个孩子一个范围里头 让他去做决定 那我觉得这样子孩子会觉得 我受到了尊重 因为通常尊重这两个字 对青春期的孩子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其实常常在讲 我们在家里到底做的哪些事情是尊重 比如说进房间到底要不要敲门 我们常常会问爸爸妈妈这件事情 今天你进房间的时候 你会不会敲门 对 不管是浴室厕所或书房 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 就家里就直接就进去 真的 事实上我们跟孩子不要说青春期 有时候孩子在学龄前 当他在房间里面门是关着 我还是得敲门 对 所以同样的我们会去思考尊重这两个字 对 我们会不会去偷看孩子的手机简讯 是 你会不会潜入孩子的FB 然后用另外一个名字 把他加入好友 去追踪他的讯息 对 还是你正大光明的让他知道 所以其实这当中 其实尊重两个字好说 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去检视一下 我一天里面 我有做了多少是让孩子觉得受尊重的 那这也是会试着当我尊重的 通常我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尊重孩子 其实孩子对我的说话的语气态度 通常就会比较温和一点 因为真的在这个阶段的孩子 你千万不要想说我要跟他杠在那里 比大小 是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孩子是受不了权威 这两个字的 因为像我们来想就好了 以前我们看到师长的时候 我们说真的 毕恭毕敬 这是我们以前读书的态度 面对师长的态度 但是现在孩子不是这样 他们看到师长感觉像平辈一样 好像可以平起平坐 光这一点你说 尤其要讲到尊重这两个字 真的有时候这个界线我们也模糊了 甚至于我们在好多校园会跟老师分享一件事情 特别是小学高年级国中 通常现在有种游戏叫玩老师 我是玩老师 但是那个游戏叫做玩老师 什么是玩老师 什么叫玩老师 通常玩老师怎么玩 小学一局四十分钟 国中一局四十五分钟 中享之后 有的孩子就会开始呛老师了 当我开始呛老师 当我开始对你态度不礼貌 你这时候就会发现 老师的血压心跳就会开始往上 我越呛你就越上来 我越呛你就越上来 也就是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中 他在玩一种游戏 既然你们常常要用权威 我就来挑战你的权威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 有些孩子开始出现所谓的对立 出现反抗 也就是说这里我们会发现孩子掌控 我只要讲个话 让你觉得不舒服 事实上我就可以预期你会有那些反应出现 所以其实常常有一件事情 一个孩子对大人不友善不礼貌 常常我们得要去思考 基本上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 就是现在的这些青春节的孩子很重要 会有的一种态度叫做呛吓 以前我们会小顶嘴 这已经是好像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成长里面的这个礼教里头 就已经觉得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了 可是老师刚刚也讲了 就是说可能国中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 可能对师长对父母都会直接来个呛吓这样的行为 那如果当孩子有这样的行为出现的时候 我们作为家长的到底应该怎么来面对跟处理 其实在被呛的那一刹那 其实当下大人的淡定真的很重要 所以平时红茶该喝还是得要至少维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孩子在呛你的过程中 他会先预期你应该会有反应 比如说我现在呛你 我就多少预期你应该会有一个情绪上的波动 因为孩子他能够掌握的是这个 可是他突然间发现 怎么我呛你 你在第一时间没有这样一个反应 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这多少也在告诉孩子一件事情 我并不会随着你的这些语言来去受影响 当这个部分先有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思考 在处理孩子的这些呛吓 那其实良辰及时真的很重要 怎么说 当孩子当下呛的时候 其实孩子本身的情绪其实处在一个波动的 所以通常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大人其实本身也处在一个高张的这种状况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很不适合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 我们一般会很清楚让孩子知道一件事情 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对我不礼貌 不礼貌 不友善 那当我可能很清楚会告诉你 那晚一点我再来处理 或者是我可能让孩子知道 晚上我们再来谈 就是你试着把这个部分先做一个延后的一个动作 至少让孩子知道我会处理 但是我不会急着这个时候处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来有一个点 孩子如果愿意跟你碰面 因为这个时期是要保留 因为有些小学的孩子你把他叫来 在学校他可能愿意来 国中有时候就要看孩子本身 他不见得 你今天老师主任要求他 他也不见得会来跟你见面 所以通常孩子来的 其实我常常会提醒老师跟父母一句话 不要再去数落孩子 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让孩子知道你的感受 你刚才在课堂上在家里 你讲的这些话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不被尊重 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 我通常会问孩子一件事情 那你觉得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 你才会配合我 不见得孩子会回答你 但是你这一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是让孩子知道 我其实是很有诚意 要来改善我们的关系 甚至于我可能会让你知道 我也愿意改 那你可以很清楚告诉我 那有的孩子会讲 所以老师如果我们遇到孩子这样子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 就是要比较先主动的去释放我们的好意 善意非常重要 对因为通常有一个点 对孩子来讲 他不见得 特别是以对立反抗呛来讲 他不见得想要去改变这个关系 也就是其实对孩子来讲 他其实长期都处在冠军组的 所谓的冠军组就是 我今天可以呛你 我可以把你压制下去 所以我不需要调整 可是当今天如果父母本身 老师本身 他有想要改变的这个部分 孩子其实也会敏感到 所以我们常常在跟父母 特别是很多父母去参加亲子讲座 我们都半开玩笑 亲子讲座保存期限24小时 如果你听完之后这24小时 你不做调整 其实孩子还是发现 你还是一样 但有的人是听完讲座回去 可能会调整一下 可是成不久 所以其实孩子也一直在观察 他如果发现父母有善意 其实爸爸妈妈也有一个善意 老师有个善意在做一个改变 事实上他其实也会在恢复 一个比较友善的态度 没有错 我们说不管怎么样了 我们大人 我们所谓的成熟的大人 我们就是因为比孩子 可以想得更周全 更长远一点 因为我们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有的时候真的 孩子当他情绪很高涨的时候 不要在那个当下 跟孩子计较太多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帮助您的那一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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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 其实他们因为很多的荷尔蒙的分泌 正是处于一个非常旺盛的阶段 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 在处理自己情绪的时候 他们也很苦也很烦恼 他们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发泄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当父母的 其实要多给孩子一些空间跟时间 好 接下来我要再请教一下王老师 我们就说青春期的孩子 有些孩子真的 如果我们说的 讲的比较直白一点 比较野一点的孩子 可能真的就会常常 因为朋友的吆喝什么的 就开始去飙车 在外游荡 弄到很晚不回家 如果碰到这样的孩子 其实父母都非常的伤脑筋 也非常的忧心 那这样子的孩子 父母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会这样看 一个孩子会开始跟一群人出去外面 比如说飙车游荡 但他不会是一天的 但是我们或许 如果这个事实已经存在 我们或许可以先来思考一件事情是 那如果孩子不飙车 我们期待他人在哪里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我们期待不见得是表示孩子期待 我们期待他在家里 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来了 在家里要做什么 你千万不要期待他要看书 因为如果他今天会愿意看书 我想大概也不至于是这样 所以常常也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让父母真的去思考 除了看书这件事情 孩子跟我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些交集 那也就是说今天我希望孩子不要在外 但是他今天如果在家里 我到底有没有哪些事情 甚至于哪些关系是足以让他愿意留在家里的 那这个是我们会来思考的一个点 也就是我们常会问 为什么孩子想要在外面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来问自己 那孩子为什么想要在里面 对 这个是一个检视我们自己的一件事情 对 那另外的话有一个点 就是说今天孩子在外面游荡 我们可能会出现个状况 孩子跟谁游荡可能都不知道 对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现在的话不只他跟谁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还担心的或 可能没有感觉就是孩子喜欢什么 我们可能也不知道 这是真的 对 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些国中场合会提到一件事情 现场妈妈爸爸老师 知道CS的请举手 CS 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知道 是那个线上游戏吗 可是你会发现现场举手的可能不多 可是有的孩子会问 比如说今天假设我是妈妈 我可能会要求你 就不要玩嘛 你不要去网咖 不要去线上或干嘛 可是孩子可能会反问你了 那妈妈你知道什么是CS 可是有的妈妈 可能一下子反应不转 CS知道啊 我们买猪肉不是都有那种CAS 多一个A就差很多了 所以有一个孩子 像有的孩子是这样 当你这样子讲 他可能就不想跟你谈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我的兴趣在哪里 老师你刚刚突然讲CS的时候 我也是联想到CS 所以我也很惨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对父母来讲 孩子所注意的事情 我们先姑且不去说 这个东西 这个媒介 他适不适当 但是问题就在于 当一群青春期的孩子 他会去注意的时候 可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 我们可能不知道 他们当下会去留意的事情 可是老师问题又来了 像当我们父母知道 他是什么的时候 比方说你现在讲 我照CS 我们就以这个来举例好了 他好像是一个打击的嘛 打了那种 然后会有血啊什么的 好 当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我们有另外一层担心了 哇那孩子可以玩 这么暴力的游戏吗 那如果我们要怎么样 去劝阻孩子说 你不要玩这样的游戏 那我知道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那如果说当父母知道 这个线上游戏是什么时候 我们另外一个担心出现了 那怎么来跟孩子 所以基于这里的话 我们如果把刚才的 比如说呛瞎 跟这个线上游戏 或者是我们希望 他不要去碰这个串联在一起 通常有个现象是这样 孩子会觉得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拒绝我 你要要求我停止 所以我但态度不会太好 可是现在第二个问题来聊 你知道了 你可能有去了解 所以你知道了 可是现在一个点来了 一个孩子在线上 他不纯然都只是因为这些 声光刺激吸引他 所以我们有的孩子会告诉你 我为什么今天要急着 赶快回去 因为其实那个时间一到 他可能告诉你 我是管理员 我需要赶快上去 因为有好多社群的人 他可能等待我去回答问题 甚至于我们有一个孩子 来告诉你 我还得要帮他们做谘商 就是当他们有些 这么专业啊 当他们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网路上的问题 线上的问题 所以有的孩子今天在线上 或许他要的 他要的 他感受到的是 我被尊重 我被接受 我被肯定 那当然有的孩子今天到线上 甚至于我今天在外面飙车 有的孩子会 重点在于是 我的朋友在上面 对 我的人际在上面 所以当今天我如果忽略掉 他被尊重的 被肯定的 他的人际 我只是一味的想把剪刀拿起来 剪断这个线上的话 事实上孩子当然他一定会反抗 因为他会发现 其实你父母根本不知道 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待这些行为 也就是一个孩子今天在飙车 但这些都我们不期待 对 可是我们并不能只是解读说 他们是追求刺激 同样的 他们今天在线上游戏 也不能一味的是 他们对于声光刺激太过留恋 因为有的孩子 他就很清楚告诉你 我在上面其实会觉得比较成就感 对 因为孩子在这个阶段 认同非常的重要 然后被肯定也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这个认同的部分 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同侪的认同 有时候会胜过于他 不是父母的认同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个特质 这个特质是这样 会有一些所谓的想象的群众 就是说当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比如我今天呛了老师 事实上多少知道的人 可是我们班上的人 然后隔壁班的一些人 可是有的孩子就告诉你 我们全校都知道 对 然后你问他 他还说这叫做夸事法 对他们来讲 在心里面有时候认定是这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对孩子本身 他的认同感 其实尤其到青春期 对同侪的接受认同 其实胜过父母的部分 所以我们常常会回过来再思考 孩子不飙车 孩子不上网 那请问他们何去何从 当然我们不太希望孩子告诉你 我不是在线上 就是在网咖的路上 所以其实这里的话 有时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对 因为我们曾经就遇过这样的问题 妈妈在这里 孩子在这里 当然妈妈会希望孩子多念书 那孩子也因为线上关系 导致生活作息上的问题 对 可是当孩子问你 妈妈那我不上网 对 请问我可以做什么 一开始妈妈也愣住了 可是接下来妈妈突然间 灵机一闪 那你就多看书嘛 完蛋了 其实我们常常在跟父母提一件事情 孩子跟我们的关系 真的不能只有两件事情 读书 考试跟线上电脑 也就是其实我们的共同经验 不能只有这两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来思考 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 孩子本身 我们到底 可以了解他到什么程度 假如我们没有共同的交集 事实上还真的 真的会很有限 是 那如果说状况已经惨到 就是说像刚刚老师讲的 可能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只剩下功课 学业 跟线上网络这两块部分的话 那这样子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这样子看 通常孩子对考试读书 因为有一个压力在 所以对一部分的孩子 甚至大部分孩子是 能够挡掉或倒掉 所以有的孩子甚至于告诉你 我玩线上游戏会放松 虽然实际上可能真的没放松 但是在这里的话就会出现 我们最怕亲子关系是一个二分法 非黑即白 你今天不是来读书考试 你今天就是在玩线上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从这两件事情里面 去找到一个交集 也就是常常我们可能因为 这样子一个拉扯 导致亲子关系真的很差 有时候我们会去想 如果今天真的妈妈对着孩子 你说鼓掌都好 你就跟妈妈去搜狗 去逛一逛 帮妈妈看个保养品都好 你愿不愿意 但孩子可能就觉得 那是你的事情 对 那没关系 你就跟着妈妈出来 你要看什么再说 你至少要找到一个交集点 纵使孩子出去 他可能去看3C产品都好 但是至少我们跟孩子 还是有一个交集在 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把读书考试跟线上电脑拿掉 孩子还有没有一些事情 是足以我们共同在参与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说 青春期的孩子呢 有的时候我们说的 不是说他们真的很难了解 有时候我们反过头来想想 为人父母的我们 我们愿意了解他们多少 我们花了多少时间 去了解我们青春期的孩子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来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 其实他们非常需要 不只是同才之间的肯定 连父母的肯定也相当的重要 所以就会慢慢发展出 有一些孩子开始就会觉得 我要比大小 就是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我都要是第一的 我都要赢过你的 不管今天是功课 是运动 或者是甚至我们讲难听一点 是冲突 是打架 他都会觉得我要比你强 好 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孩子 是这样子的孩子 我们做父母应该怎么办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孩子本身 他有那个条件 比如说我想赢 但是我的能力上又足以赢 如果我赢的又让人家心服口服 这个就很单纯 对 那现在的话我们会遇到一种状况 是我根本赢不了 但是我又想赢 但是常常会因此踢到铁板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会回过来思考 通常孩子有一个情形是 我想赢我不想输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里常常有一个讯息也在告诉我们 其实父母常常在比大小 这部分不只孩子在比大小 人家处兵的 你有去看人家没保障也是前三名的 你保障保障的 你就会发现有的就开始今天比哥哥 明天比弟弟 后边比那个出品铁板 你有时候会发现我们言语中不知不觉 可能回来就会跟孩子讲 你知道人家隔壁那个 今年高中真是上了什么学校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比较 所以无形中我们会发现一点孩子爱比较 其实背后也都会来自于一个父母的爱比较 哇谢谢老师的提醒 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有的时候说真的 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是无意的 就是我们比方说 你看那个隔壁谁谁谁都会读书 我们都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篮球打的多好 其实我们真的忽略 我们在生活里面就在给孩子植入一个比较值了 其实就是等于孩子的感受 虽然我们都有一套合理的理由 我跟你讲今天隔壁那个哥哥 真是到哪个高中 事实上你背后有一句话是 希望给孩子一个鼓励 真的 可是事实上听在孩子的耳朵里 他会觉得我又不是他 你干嘛跟我做这种比较 所以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那个感受 对孩子来讲那个kimochi的问题 对 他可能觉得你每次总是在说这些 所以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每一个比较其实听在孩子的耳朵里 多少如果以负面的想法 会觉得你其实都是看不起我 就是我没有嘛 我没有 所以你一直告诉我别人有 虽然你希望别人有 我没有 你一讲之后我就会有了 所以这里的话 有时候会考量到 其实孩子的比不比 其实我们会不会背后 其实也无形中在影响这件事情 没有错 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其实面对孩子真的我们要多一些鼓励的话 好听的话 这里的鼓励其实还是要适度 不然有时候鼓励会让孩子听起来你在讽刺我 真的 对 其实肯定的东西必要 但是肯定是要肯定在他实际的那个过程 他真的做到他真的有这个特质 不然有的孩子你反而太多只是肯定式的 他会觉得你在说风凉话 你哪口水 就是你一直在讲的让我越讲我越不舒服这样 对 所以有时候虽然在赞美他 可是有的孩子甚至于会顶嘴的都会有 有的甚至于会呛 你说完了没 有的孩子反而就觉得我这样子赞美你 可是孩子会觉得你根本是在说风凉话 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一直在讲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倒不是说我们只是一直在肯定肯定孩子 通常如果肯定肯定他的过程 肯定他努力的那一块 孩子其实就比较容易接受 我要复制出来就比较容易 对 可是如果一味的只是肯定 其实反而孩子会觉得你其实是在挑衅他 或者你是故意在讽刺他 哇 所以这个拿捏相当的重要 其实很多亲子关系很多没干 很多那个温柔的地方 真的很多没干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就一股撒劲的去鼓励孩子 这门学分是没有所谓的一个修满的部分 你修了这一段就有下一段 那选修必修其实非常多 对 我常常笑说 在孩子的每一段不同的成长阶段里头 我们的父母都要跟着更新 对 否则你会来不及 对 真的来不及处理 接下来要应付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处理完了 这个城市解开了 下一个城市等会 因为只是我们父母 其实比较容易 以我们的成长经验 对 总觉得我们只要把 以前的那一套拿来用 也就是说也许在早期 我们可能用的还是Windows 95的部分 可是你觉得现在应该还可以再用 因为你以前用的非常的熟悉 可是你现在发现 不止Windows 95了 他可能连Windows的XP或者是Windows 8了 就你会发现我若不随着更新 事实上我还是抱持了Windows 95的那个想法 孩子在看你就会觉得 真的 而且你会时时刻刻感觉自己提到铁板 会是这样 然后你也会觉得充满了挫折跟沮丧 现在常常是因为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 常常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 这个就像有时候父母可能会觉得 那个大屁股的电脑萤幕这个看起来比较厚实 可是孩子还是看着那个平板 再看着你那个大萤幕的那个部分 也许14寸也许12寸 他可能就觉得 没有错 所以父母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更新好不好 好 那我们说其实还有一种孩子 相当没自信 对自己的外表 非常的没自信或很迷恋的 或者很自恋的 像前几天我才看到有一支社会上的新闻 写说呢 现在的孩子既然国二哦 就想去割双眼皮 想去拢鼻了 天啊 我们先国二还在流鼻涕 所以现在的孩子已经进步到这样了 那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孩子 非常的在意自己的外表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应该如何协助他 其实对青春期的孩子在意外表 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甚至于就是说 孩子本身的自我概念的形成 外表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这里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思考 事实上美的这个定义 有人喜欢单眼皮 有人喜欢双眼皮 有人喜欢一单一双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试着让孩子了解 没有所谓的二分 对 只是说每个人 其实真的是青菜萝卜 每个人都有所好这样 所以在这里的话 反而我们会试着去看 孩子他聚焦自己的 我们这么说 其实在我们自己青春期的时候 也会去注意 比如说身高 常常我们在说 其实自己没有矮过 只是别人高得比较快 所以你的排行就慢慢向下来 可是常常你转个念头来想 好比如说以我自己 现在四十几岁 身高一六四点五 但是我觉得一六四点五 那我看起来比较 娃娃嘛 比较不老嘛 就看起来至少比较不会 像中年叔叔这样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是 当你转个念头 单眼皮有单眼皮吸引的地方 双眼皮有双眼皮吸引的地方 但是我们多少 有一个要去在意的是说 孩子对这个感受是真实的 我很在意我的肩膀宽度 这个感受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会去思考 那孩子一直聚焦在这上面 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 其实他也少看到他现有的 你可能肩膀不宽 但是我发现你的眉毛很浓 但是你又觉得我鼻子不够挺 但是我发现你的耳垂又比较厚 那其实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 我要不要让你也看到自己的这个部分 没有错 而且很奇怪 青春期的孩子 他们在看自己的外表 是老师刚刚讲聚焦只看一个点的 我只看我的鼻子 我只看他不是看全面性跟整体性的 比方说我们说可能长一颗痘痘 小孩来告诉你说 妈我长了一颗痘痘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 天啊他觉得那是天大的事 我这么大痘痘 妈你没看见吗 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应付孩子 因为你只能跟他讲说 这不会因为你现在是青春期 你火气太大 过一阵子你只 对就是睡觉睡得比较好一点 就会没有 可是他就非常可以 这一颗已经长出来的痘痘 这里有一个部分 我们倒不会是去否认孩子 要他去忽略这个痘痘 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先反映一下 他的感受 也就是或许可以跟女儿讲 那妈妈觉得这颗痘痘可能在你的脸上让你觉得不舒服 可能会让你觉得不是那么的好看 让你觉得可能不好意思 但是这个部分你可以先反映一下孩子的感觉 但是接下来你也可以试着让他了解 他有的 其实我们常常会是这样 当你注意这个痘痘 事实上你可能就忽略到其他的部分 所以倒也不是说我们一直要去强调孩子的外在 事实上通常特别是肯定事情 孩子已经具备的事实上 其实是不太需要去 比如说孩子他生出来就是这么的可爱 这么的漂亮 其实这个部分倒不用一直去强调他 但是我们是可以试着让他知道 妈妈发现你的嘴角笑起来上扬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那同样的就是说今天孩子可能忽略掉 他的一些特点 特别是比较吸引人的部分 所以这当中 或许我们是可以跟孩子去讨论一件事情 事实上有人喜欢这样 有人喜欢那样 那有人喜欢这个 有人喜欢那个 没有错 一点都没有错 还有我觉得 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其实父母也要具备一样的心情是相当重要 就是同理性 是是是 因为我们常会觉得 有时候好像孩子跟你讲什么事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那小事一件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常会去留意的 因为同理真的很好说 但是同理不好做 真的不好做 因为同理一刀很容易 同理不容易 这个真的是有差别的 我们常讲很同理他同理他 可是对孩子来讲他感受不到 他感受不到 而且刚才提到一件事情 我表达我的想法 但是你竟然跟我讲不要去在意 可是这里就会出现个问题 孩子好不容易主动来跟你提 对 甚至我想要跟你讨论这个议题 可是我们现在父母有一个情形 能够把你的问题 盖出来就对 所以这个意压 孩子下次可能就不跟你谈了 对 所以我们可能很快发现 真的没事啦 今天我们常常讲 相安无事 有时候要去留意很多人际 很多亲子的疏离都从这边开始 都从相安无事开始 你有时候觉得看起来都乖乖的啊 你看孩子回来都不会吵 他一回来就没讲话就进房间了 也没呛你 那回来其实跟你吃饭也不太跟你吃 可能对话也少 但功课可能都维持的还不错 可是你就发现 他在想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件事情 特别是问青春期的父母 你的孩子喜欢男生喜欢女生 想交男朋友女朋友回来 会不会跟你讲 如果真的跟你讲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如果今天儿子回来 妈妈我跟你讲 我想要追我们那个学妹 通常我们会发现 妈妈可能跟你讲 那你现在是 那国中呢 他教什么女朋友 他教什么女朋友 他教啦 我跟你讲 你现在教一定会教啦 以后好好念高中大学 你就可以教往高中大学 而且我们还会 就是补充一句说 你看你如果念到大学 教往的女生多多 而且那个时候 你可以挑的人有多少 所以人水其实就是一罐一罐这样浇下去 真的 所以弄到后来 孩子根本不跟你讲 所以如果说 当你的孩子来告诉你说 妈 我喜欢了某某班的男生 我喜欢某某班的女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 其实我们现在 像我自己三个小孩 我们家姐姐现在小学三年级 哥哥一年级 那另外弟弟三岁多 虽然我们在家里常常在聊一件事情 哎 哥哥 你们班上有没有女生喜欢你 他喜欢你到底 喜欢你哪些部分 爸爸猜他喜欢你 可能是因为你常常笑 他喜欢你 可能是你很会玩或干嘛 就我们其实 就已经开始在聊 比如说男女 也许今天男生喜欢女生 女生对男生有好感 但这好感跟谈恋爱 但有时候是两回事 对 所以有些时候 就像我们家姐姐有一天 突然问我 爸爸是不是国中男生女生 都会交往 那这时候 当然这就是一个点了 我就会试着去厘清 那你认为的交往是 哪一种交往 是手牵手两个人晃来晃去 还是我下课 就会跑到男生教室那边 女生教室那边 想要跟他见面 还是我只要想到他 看到他 我就觉得很舒服 所以其实这里的话 就会回到一个点 我们当孩子表达出来 至少我们会让孩子知道 妈妈想 其实只要想到那个女生 你应该就觉得心花开 你应该觉得很舒服 甚至你考试 就会比较有动力 至少先接受孩子那个情愫 其实那个是很真实的 那但甚至你有时候 可以跟孩子分享你以前 我们拿以前的经验来分享 但请记得 你的以前最后不要再补一句 现在国中好好念书 以后大学再去交往 不要啦 没有错 所以这个为人父母的 有的时候孩子跟你分享事情的时候 你心里面那个OS 就是括号里面那个话呢 可以保留在你心里面 不用急着说出来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打算是吧 打算是吧 这个为人生 就休息一下 请不开 杉筒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刚刚说 这个小孩子 在国中高中这个阶段 可能开始对彼此之间异性 就开始慢慢一些好奇跟了解 所以你就会发现 现在可能有的年龄更低更早 就是会有这个男生 可能就开始会有所谓 看色情影片的这样子的事情 那当父母的在第一次知道 我的孩子对这种事情有兴趣 或者甚至会跟同学一起看的时候 说真的 那时候我也冒了一身冷汗 因为毕竟我是个妈妈 我没有那样的经验过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男生会一群人吆喝着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老师可以请你教教我们 当妈妈的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件事 其实对性或者是说 对所谓的情色色情影片来讲 我们或许回到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今天我们本身当父母的 在孩子承担过程中 我会不会跟孩子讨论到这件事 这种讨论当然有很多状况 有一种情形是很自然的 当孩子在翻阅杂志上的封面 或者是孩子有天突然间问你 爸爸那个影片或是什么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有一件事情是 对于性的好奇本身是一个很自然 只是这个差别在于就是说 孩子的成熟度 他到底适不适合来观看这些事情 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发现 孩子比如你打开他的抽屉发现 哇怎么那个光点 其实我们常常会问妈妈 爸爸一件特别是妈妈 我们常常会问妈妈一件事情 知道无马的请举手 虽然很多妈妈就会想 无马什么是无马 我们可能还会想到那个 以前港姓就无马 可是这里的话 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很敏感的事情 是我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我们不说 不表示这些议题不存在 所以其实对孩子来讲 就会变成是当你不说 但是我的周围的人会说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可能就会开始用我的方式 去认识两性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真的发现孩子 可能有光碟或孩子在看 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 请你真的不要反应很强 虽然我们很容易反应很强 你这个色狼你怎么看这个 都是没有到这样的反应 但是会愣住了 会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当下那个冷空气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当下愣住你会发现 怎么孩子跟我心中的印象 就孩子似乎会被这些光碟 所谓的抹黑 你就会觉得什么孩子的头顶 开始出现这么多乌云 怎么跟你印象中 我们的孩子应该非常 道貌暗然的 应该是在这种状况下 应该是不太会去 而且在这种情形其实会让我们惊讶是 怎么跟我原本想象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这个部分当你突然出现一个很讶异的 甚至于是一个指责的一个部分 其实对孩子来讲 第一个部分除了自己 有时候我们这样一说 有时候对孩子自己的自我评价 甚至于会觉得很糟糕的都会有 我好像真的不该看 我真的如同妈妈讲的 怎么会这么的糟糕 会这么肮脏啊 会这么不应该 所以其实在这里的话 有的孩子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形象 自我的意象 其实就开始带着很多负面的部分 同样的一件事情是 孩子毕竟去看这些 但我们这么讲 自然并不表示我们就让他 这样这是两回事 所以有些时候会在于是 有一种情形是孩子真的看了 那当然这里就牵扯到一件事情 家里比如说爸爸 愿不愿意跟儿子去讨论分享这件事情 比如说看了之后 甚至于有的爸爸是这样 那你看了之后 哥哥那爸爸问你 你看了之后是不是觉得 会想要上厕所 那你是不是看了之后觉得身体会有反应 那你是不是看了之后觉得不太舒服 不太自在 甚至觉得又兴奋又害怕 又怕别人旁边有人在看 那你又想看 其实你可以跟孩子试着去分享那个 当下很自然的这个情境 那为什么你在看的时候会怕 今天妈妈姐姐妹妹突然进来 看到你在看 同样的你也可以让孩子知道 看了之后他可能觉得不好意思 或看了之后他的一些情绪的变化 但多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孩子会不会跟你讨论 他看到的内容 事实上有时候色情影片 情色影片 重点在于是里面讯息的传达 他不见得是正确 所以有些时候或许会让孩子了解 影片的内容 其实多少是透过剪接的 多少是透过一些其实后世的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在于就是说 孩子本身因为心智发展上 他是比较不适合在这个时间去看这件事情 但是他想看 好奇的这个部分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自然的部分 所以就会变成说家里的爸爸 会不会跟孩子去聊跟性有关的 不管是勃起 不管是智慧 不管是色情等等这些 一般我们难以启词的这个议题 是 所以没有错 有时候当碰到这样子的议题的时候 我觉得做家长的 尤其是父亲那个角色非常的重要 就是可能你得主动的 去跟孩子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就是你要让孩子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 然后也要让孩子觉得 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是肮脏 不是窝图 然后我还可以跟爸爸 有所来往的讨论 爸爸也会跟孩子分享 对 你知道以前录影带那个时代 爸爸要跟你讲 有时候那个录影带时代 还有一个门打开 有一个楼梯下去 通常那个地方都没有什么人知道 就你有 但是你可以跟孩子分享什么 你这样一路走来 你自己懵懵懂懂 当时你可能想进去又不敢进去 当时你进去又不知道怎么出来 然后当时你把影片放上去的时候 你的眼睛可能都不太敢看着对方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过程 也就是孩子其实在观看过程 他可能也有这些情绪的一些变化 生理上的一个反应 事实上有一个部分 对很多时候 比如说以男生来讲 其实或许你会发现 每个人都有这些不同的阶段 可能包括你到电影院 事实上你发现真的不能进来 所以有些人就会把钱都先准备好 也不找钱 请就把钱都准备好 一到电影院门口就这样放着 然后这时候你去的时间 可能是挑什么时间 人家都已经进场的时间了 同样的你会发现 就是等放映你能进去 等还没结束你赶快出来 但这当中有一个理由是怕被看见 所以你有时候可以让孩子知道 不只你这样 经验的分享 但是最后你还是会再回到一个点 因为其实这个还是回到一件事情 两性的尊重 也就是今天如果说接触了 有一个部分 但有些孩子看了之后 他可能会非常不舒服 可是这里的话 我想重点是在于一件事情 让孩子了解 没错 每个人在这个摸索过程中 或许我们先前不懂 不知道 所以这块其实是很自然 但是当我们知道之后 接下来能不能维持一个 适当的一个两性尊重的部分 是 没有错 不过刚刚听王老师讲 真的就有很多的这个 跟孩子的经验分享 还真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爸爸你一定要主动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妈妈 还真的没有这么多的经验分享 刚刚听王老师讲 起来我才知道 原来男生的成长过程里面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真的是男女有别 我们现在不是刻意在 这个标榜不同的性别 但是真的某些事情上面 我们知道在台湾的 传统社会里面 其实爸爸还是有一个 权威威严存在的 通常在教育的这件事情 教养的这件事情上面 都是妈妈扮演一个 比较主要的角色 但是说实在 因为实在在进步 环境在改变 你的孩子其实也在改变了 我必须说可能有些时候 现在的爸爸必须要放弃 或摒除掉 以前权威式的爸爸那一套 你可能真的要 进入孩子的世界里面来 重新的 我说真的 重新的跟自己学习 就是你自己必须学习一套 不一样的当爸爸的样子 因为可能你没有办法 从你的父亲身上 copy下来那个样子 所以这也是 我觉得为人父母 很难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们会从孩子身上 让我们自己再走一遍 就从幼儿阶段 学厅到小学到国中 就是让我们重新 再当一次青春期 就是在回想当时的那些经验 跟感受 所以有时候 这个经验分享 其实对孩子来讲 其实相当相当重要 也就让他从父母身上去看见 其实在青春期 他一样会遇到很多困惑 遇到很多可能被误解 或者是一些委屈等等 老师其实你这一点 讲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当我们在看 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 我们自己曾经也走过了 叛逆的青春期 我们忘了给孩子同理心 然后让他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其实少掉了以前 我们走过的冤枉路 其实我们可以扮演得更好的 其实就是我们回过头 想一想我们的这一个过程 是怎么走来的 你就可以比较能够理解 接受你孩子在青春期 带来的叛逆 带来的烦恼 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 谢谢 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